新任兹 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 因为出演上错花轿之三架奇缘 和刀石队出导 之后又出演了多部电视剧 比如白鹿园里面的田晓月 何以生肖默 里面的何以为 他就是凭借这部剧 被受盟友关注和喜欢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 让他大伙的那部剧 还是和胡德搭档的列场 坚韧姿长相清秀 温文尔雅 十分的文静 但是骨子里却非常的坚韧和刚烈 非常受一同拍戏的搭档们的喜欢 这样一个低调 文静又不做作的女孩 谁不喜欢呢 但是可惜呀 因为名字当我的新途 每次小编打坚韧姿的名字 的时候总是要打两次才能打对 虽然知道哪个是对的 但就是改不过来 Tia Renzi已经深入人心了哈哈 不过说正经的 坚韧姿出演了那么多的戏 也就列场火了一点 其他的无论是搭档的男神是谁 但总是有种热度不够的感觉 比如说最近才不得合伙人吧 不是居的热度不够 去的热度都挺够的 里面男明星都挺火的 就是坚韧姿的热度上不去 也许是坚韧姿真的是比较低调 不喜欢应酬吧 他不仅没出席过什么活动 年冬意都没怎么上过 这怎么能火呢 不过坚韧姿确实是一个好演员 演技十分的好 无论什么角色总能让他演绎得很精彩 这部他又在新剧里面一视三角了 这部剧叫做《问天路之少年钟魁》 主要由坚韧姿和行昭林 宣录的个人主演 是一部古装玄幻旧 主要讲述了《少年钟魁》 在还未成仙的时候就与复曲 韩颖等人组成扶妖三人组 一路成恶阳善 然后一路成长了一代捉妖大师的故事 坚韧姿在剧中是演了年儿 敌妖和百年语三个角色 而且还是三个不同形象和性格的角色 一个小家碧玉 一个妖言魅惑 一个婉约大气 但是从剧照上面来看 坚韧姿完全能驾驭 并且剧照都还十分的美 看来在这部剧的造型 要成出到以来最美了 不得不说坚韧姿的颜值古装 现代装都很好看 而男主则是由双世宠妃的行昭林饰演 行昭林在双世宠妃 终有着出色的表现 也备受王柳德喜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